我愛翻沉迷 我愛翻翻翻沉迷 你從來你問我 你成功是成功 一海上一人不希望 我愛翻沉迷 我愛翻沉迷 吃到喵 喵 沉迷今晚美食無家 話關sir 你一定要介紹一間餐廳給我 這間餐廳一定要是米其林一生 一定要是一流的環境 看似雲來 有沒有 金筷子一定有 我要求多 第一一定要環境好 在市中心 第二出品一定要適 因為經常跟著你 當然要找好東西吃 第三最重要 要拍照漂亮 其實金筷子從來都是 不潮不靚 不和不吃 今天要求 一星美其林的大廚 坐鎮的 小茶樓這間餐廳 最重要 這個老闆是香女 他幫他高薪厚 賣了一層樓 聽說 就來投資這個餐廳 我們小茶樓開了六年了 由江南西開第一間店 經歷了六年 2021年我們就開了第二間小茶樓 第一間和第二間區別在於哪裡呢 第一間比較平民、大眾化一點 第二間我們將他所有環境、服務、出品 都優化了 一二、三先生 是 坐在身邊這個叫做華乾 他不是聖樓的 聖樓的王堅 那就是他的徐藝很了得 因為不要看他這麼年輕 其實他也挺不小的 二十多年入徐兵門 這麼厲害 就是胎教開始就學了 對 所以今天這個呢 你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是華哥自己親手做的 這個是叫什麼 叫什麼 關卡斯雪花牛叉燒 叉燒就是叉燒 其實叉燒沒有牛還是豬還是雞 叉燒的就是叉燒來燒 那我燒什麼都可以 我會把牛叉燒出來 有些醃料這樣醃 醃了一晚之後 第二天就拿出來燒 大概十分鐘左右 燒的時間 五分鐘之後就做好了 要猛火 令到外面熟 裡面還是生生的 五成左右都熟 才會外有那個焦香味 裡面有那個軟滑 這個顏色很漂亮 因為它的名字已經很高端了 安格斯雪花牛叉燒 不得了 一定要嘗一下 我挑過那個粉絲很好 因為安格斯雪花牛肉 安格斯牛本身有很高的 不飽黃的脂肪酸 而且雪花越多 就代表這個牛吸電越高 咬進去就會更加鮮嫩 和多汁 而且剛才試了一段 它的油絲 這樣擠出來 是很高水準的作品 剛才我覺得雪花牛肉的後叉 其實雪花牛肉的人 是說它的紋路均勻的均勻 因爲剛才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高級的頸均勻 多少套是你 9級 M9 M7 M8 它不敢分 它分是A A 你用A來說 說A就可以了 你是叫A 5A的牛小派 你說是很罕有的 說多少條骨之間 不是 一隻牛就兩塊 第五下第六條骨 只有兩塊 那一塊就是牛小派 我吃完的感覺就是 當你們在這裏說的時候 我一口都不捨得離開 整個都吃光了 這個是對隨思最好的評分 就是正 其實說到這個叉燒 不記得是牛叉燒什麼 其實說到叉燒 在廣州這裏 我就很想吃到 真的叉燒 有火雞 火雞 那意思是什麼呢 它燒到 裡面的糖質 燒到微焦 旁邊焦 我們當然是會 很焦很久就會滴走 其他那些呢 我們就拿來野味 這裏呢 我看到有一點脆 有一點微焦的火雞 Avan 你來大灣區創業是多少年了 我們來開了六年了 六年 小茶樓 那如果開小茶樓之前 你是做哪一行 都是做這行 十四五歲就做 做到現在 你記不記得你是哪一年過來這邊 過來內地 是 內地2009年 10年左右 你覺得 在香港地區的粵菜 和內地的粵菜 有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兩者肯定有區別的 譬如 香港 你說去酒樓的話 一般香港是12人 這裡就10人 有些吃飯時間的不同 會遲些 這邊又會早些 內地這邊 就5點到8點左右 香港可能是8點才開始 這邊的菜 可能是一次過上桌 香港可能是吃完一個 再上一個 我們選用一些澳洲的小青龍 先去拍粉炸了它 接著就用一個蝦湯 餵完它 餵完它之後 我們就做了一個醬 裡面有些薄荷葉 有些松脂 有些蘿蠟 有些蘿蠟 調了一個醬 我們好像西餐 對 我們用西式的方法 去做澳洲的小青龍 小青龍 這是什麼醬汁 這是什麼醬汁 我一定要試一下 因為我平時在家 自己都會買一些小青龍 自己去做的 但是最簡單的方式 我之前來過 你也試過 每個人對這個出品 都很讚不住口 所以我要嘗試一下 究竟我煮的和你煮的 有什麼不同 這是不是你親自做的 你來吃過的嗎? 我吃過的 我還沒來過 因為這個來我家很近 而且它的口氣很好 這個小青龍 真的很西式的做法 看擺盤就知道 哪個蛋糕呢? 它就是兩個龍蝦 在院旁邊有一些飯 裝飾它 但是吃一口 我會覺得 真的很新鮮 這個組合 因為平時我們吃龍蝦 可能中式的組法 就會是芝士焗 或者一些衣麵 這樣大家可能覺得 會有些油 有些肥膩 肥膩 但這個它是用了青醬 因為我吃到 是有些薄荷 還有一些蘿蠟 在裡面 就會有一種 草本的香味 但配上龍蝦 一點也不夠 對,很棒 我覺得很神奇 我居然看到 一些東南亞的風情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它這個醬的問題 還有它這個青龍 它是游著水 可能就已經下腹了 所以肉真的很緊實 我很怕吃龍蝦 一大塊大 就已經軟粒粒了 所以這個是很緊實 每一口咬下去 都很棒 其實珊珊剛才說的 又是軟 又是東南亞 又是東南亞 因為很黑 你覺得最像是東南亞 其實這個蘿蠟和這個薄荷 其實就是西餐裡面的薄荷 當然 剛才你說的那個龍蝦 當然是因為新鮮 釣水了它 而是創生 是 我覺得 現在 年輕人吃法 這個龍蝦做法 其實是贏了很多西餐人 是 你有沒有想到是一間 小茶樓 吃月菜 小茶樓 即是地蹲 那樣的想象 又不是 有這麼好的東西 你知道嗎 這間裝修也很厲害 因為裝修是聘請了 這個和五星特酒店的 某酒店 不要說話 最重要就是 差不多一千萬的成本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環境是很浪漫的 文文 最近皮膚還差很多 你也看得出嗎 是 最近又捱東西 然後細紋 骨膠原又流失了 真的很煩惱 你只是靠補妝不行 想皮膚漂亮 當然是由內到外才漂亮 那你有什麼好推介 是 這個時候 推介你吃一吃 我們吉善糖的即食花膠 花膠 花膠 那又不同 試一試 紅棗黎麥花膠 沒錯 即是又養顏又補血 對 開蓋就即食了 不需要煮的 不需要的 你看到這些花膠嗎 會呀 好大塊 很大塊 很大聲 不只一塊 裡面一塊 兩塊 這個更大塊 我不客氣了 沒錯 試一試 吃一碗 就可以補充你每日需要的骨膠原 嗯 我先試一試 哇 這個花膠真的很好看 首先 它夠厚 兩下口之外 是一點腥味都沒有的 除了花膠之外 還有很健康的禮物 還有紅棗 還有杞子在裡面 沒錯 所以加在一起 就是一個很營養 很健康的一個 即食的花膠 但是呢 這麼矜貴的花膠 會不會很貴的 是一點都不貴 現在在我們的尋味軍鹽選商城 192元 就有12盒 哇 唯一到16元一碗 下午茶吃的早餐 都不止這個價錢 你說 在外面買一杯奶茶喝 都要20多元一杯 還要不健康呢 現在我們在純天然的 美麗的花膠 紅棗 黎麥 哇 那我當然選擇 這個即食的花膠 對嗎 沒錯 方便快節 都不用等了 馬上有得吃 快點掃描我們下方二維碼 再入到商城裡面 快點搶 華哥 我們女士最喜歡吃甜品 今天不如教我們做甜品 好 今天做梳乎梨 梳乎梨 哇 又軟又滑又好吃 沒有問題 怎樣做 今天先打蛋 打蛋 打蛋 蛋黃和蛋白分別 我真的打蛋黃不是不要的 要的 是分開 我試試 不要緊張 放下去 這麼厲害 欣然很厲害 是不是這樣 好 成功一隻 好棒 我也要試試 好可怕 小心 行不行 即是不可以太大力 是嗎 過來這邊 過來這邊 不是 撐開它 這裡 這隻手 留下 好緊張 它黏住了 因為吃梳乎梨 平時會覺得好像很複雜 但其實食材很簡單 就是簡單的 就是簡單的 小心 雞蛋 糖 這樣就可以了 對 那怎樣可以說 這麼簡單的食材 怎麼做到 它這樣鬆起來 因為你要打得它夠身 我即是罰得它厲害 就是四個蛋 然後大概多少糖 等家庭觀眾看了之後 都可以自己在家製作 蛋白分別有四隻 蛋黃又用兩隻就夠了 哦 那這些糖 是 分幾次了 首先打著 那這個角度可以嗎 對 對 接著呢 要發到什麼位置才行 以你這樣的手速可能要三個小時 那怎樣發到什麼位置 要再加一些糖 打到它的叉綿 接著就要加 加少許 加少許 哦 哇 哇 華哥的手速果然 是 那我先試一下 在家裏我都會整天發的 嗯 嘩 為什麼這麼重呢 這個很重啊 完全發不到啊 你說呢 其實我們力比較小 就拿少許檸檬汁 打到現在這樣 這樣子 滴在他的頭上 哇 哇 那我可以了 喂 是真的可以的 是完全不會 你小心啊 真的沒有問題 很神奇啊 這樣就為止了 如果放在頭上 不掉下來就可以了 嗯 接著呢 好了 接著我們就加一些蛋黃醬 哇 先加少許 嗯 等到顏色更漂亮 嗯 不錯 哇 撈完這裡 接著就在這裡 看得到很棒 吃梳芙里的梳芙部分 其實就是靠蛋白鬆起來 哇 聞到這個味道很香 嗯 嗯 即攪拌完之後 華哥要帶它蒸 或者烘焙 焗焙多久 哦 20分鐘 哦 20分鐘 那什麼都不用加 就這樣下去 焗就可以了 是啊 焗20分鐘 什麼都不用加 嘩 嘩 看不到是這麼簡單的做法 嘩 你看 震一下震一下 震一下震一下 震一下震一下震一下 哇 好棒啊 我拿著一匙 準備就吃甜品 嗯 但是 這個甜品 我們吃的啊 我們有份做 是啊 華哥是怎樣吃的 是不是有個雪糕在 雪糕不給你吃的 你吃就算了 不是100分鐘 來來來來 好好 這個就是我們兩個都親自有去做 但是都是親自看著華哥 最後呢 我們是幫忙發展的 喂 這個 其實這個速度要好快 是啊 要好快 不是真的 因為蘇芙里 它是被譽為世界上最難煮的甜品之一 因為它呢 是要煮完之後呢 是直接煮的 還有其實廣東有很多間餐廳都會有這個蘇芙里 為什麼我和姐妹來的時候都要點兩個 一個都不夠她打孪子 因為女生天生就喜歡吃甜品 而這裡的出品我覺得 不誇張來說應該是No.1 嗯 因為通常呢 吃蘇芙里呢 不像一些 即是我們吃菠蘿包 或者是吃那些蛋糕 它們可以呢 即是放在這裏很久的 嗯 但是這個蘇芙里呢 是即餅即食 所以呢 一般在一些比較高檔的餐廳才會吃 嗯 我想問你 其實蘇芙里呢 是很多餐廳的食材 嗯 都要給它主要 為什麼呢 因為你 要下單 嗯 都要給它做定 嗯 那下單做的時候呢 當然啦 如果以前呢 就 人手 那就可以了 但是都會 想當的 嗯 一點一個 對 為什麼你會想把它 就是因為沒有人做 那你就做 哈哈 所以為什麼我們 這麼多女生 喜歡來這裡吃甜品呢 餐後一定要點這個甜品 就是這樣 其他地方第一 沒有那麼好吃 還有華哥說 他已經試驗了幾百次了 沒錯 吃到最後 他覺得這個出品是最ok的 那我們就是用了一些 薯仔 做成薯蓉 那些鵝肝就焗了去 那 做了一個雪山皮 那 那 比較 就是跟傳統的叉燒包有些區別 你給三個包 我們搞了很久 今天我們全天能收工 遲了就是三個包 哈哈 壓軸的東西一定好 全名叫什麼 雪山松露 鵝肝包 嚇得我啊 剛才說雪山包 我說怎麼這麼簡單 你都說出來 我們衝腦 加上鵝肝 嘩 那不要說那麼多了 嘩 嘩 好熱啊 小心啊 再跟那個頂上咬下去 那個口感很滑 真的很舒服 我發覺兩個女士 這個菜頂咬一口 生生馬菜 抹開它 叫了餡 沒錯 因為那些餡才是精華 因為說到蒜山包 我們就想到叉燒包 裡面是叉燒 我以為 怎麼知道裡面一拆開 竟然是名貴的黑松露 和鵝肝 真的想不到 鵝肝 我讓你嘗嘗是甜的 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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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鹹的 有甜有鹹 是 上面的鹹就是 對 外面的皮是甜的 裡面的黑松露 和鵝肝 混在一起 一口下去很滿足 整個人都暖粒粒 而且是吃到黑松露的鮮味 在裡面 嘩 我看到 我看到鵝肝 嘩 嘩 都很大塊 給大家看看 有 外面的這個層皮 和外面的雪山包 有點不同 外面的是糖粉 即滲上去那種 吃了整口都白酥酥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那種感受 尤其是我們女士 有唇膏 非常不舒服 這個是很鬆軟的 其實因為它裡面 放了鵝肝和黑松露 所以它不會像一般雪山包 那麼膩 嗯 可以一口再一口 其實華哥為什麼會想到 可以把鵝肝和黑松露放在雪山包裡面 其實我不只是想它 我們每一個菜都會不斷更新 這樣搞就會出一些新的東西 因為我們自己都很喜歡 創新 創新 不過總結 這個包就是 驚喜就是它能夠把 想到黑松露和鵝肝 放進一個甜美的包裡 其實傳統和鵝肝很合適 等它們走六種 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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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說實話 阿華仔 腦子不出聲音 腦子不出聲 腦子不出聲 我每次都會有心理 這個包 大家來到的時候 就是這裏的 今天很開心 阿華那天晚上 我來到小茶樓 初時我對小茶樓 很少覺得是 對小茶樓很少是偏見的 嘩 嘩 嘩 有什麼生態 又再加什麼 那來到之後 我發現 從那個 牛叉開始 其實看牛叉的時候 我都覺得 牛叉 又想想 沒有辦法罵它 在業媒體上 為什麼呢 叉燒 真的可以燒 人家燒味 都是叉燒就是 那 誰知道 今天他試牛肉 用牛腊骨的位置 那個 雪花不夠 另外就是 我還有龍蝦 龍蝦那裡 他就用了一個 叫做 羅蘭 還有這個 羅蘭 不是這個薄 去做這個狀 所以說 龍蝦那個 醬子 比那個西餐 沒有那麼濃漏 比粵菜 就多了一份滋味 所以這個龍蝦 非常好的 所以其實很多餐廳 人不肯做 因為很麻煩 下飯的時候 焗了十幾分鐘 變了 做不切的 那麼多 這個 黑松澳的雪花包 顛覆了我對傳統警察的體驗 所以 離完小茶樓之後 發覺 金筷子推薦 實至名歸 今天吃得這麼開心 就要去做 多謝小茶樓 對本節目的大力支持 多謝 謝謝 今天時間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期節目再見 拜拜 拜拜